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伊宁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来聊聊世界杯 备受瞩目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是 香港时间昨晚的10点30分 在卡塔尔多哈可容纳6万名观众的海湾体育场举行 这次世界杯是首次由中东国家主办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 也是赛事第一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行 那被誉为情感设计师的意大利人马尔科巴利奇 担任了开幕式的创意总监 而他呢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他说自己啊将打造一场史无前例的 比肩奥运会的世界杯开幕式 可以说他确实做到了 昨晚啊马尔科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审美在线 又颇具足球情怀的开幕式 开场时呢好莱坞演员摩根·弗里曼 扮演一个旅行者 和卡塔尔残障男孩尼姆·阿尔·穆夫塔对谈 讲出了当今世界应该消除分歧 四海一家的主题 令人动容 开幕式呢还致敬了过往21届世界杯的 吉祥物和主题歌 大家耳熟能详的生命之杯 Waka Waka再次响起 勾起了人们的回忆 而本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Dreamers 由韩国组合防弹少年团的主唱 田舅国和卡塔尔歌手 库拜斯共同演唱 而最后出场的呢 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拉伊布 他的灵感啊 是来自于阿拉伯男士的这个传统头饰 又像是阿拉伯童话中的飞坦 那在精彩的开幕式之后呢 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结果啊 东道主卡塔尔是以0比2的比分败给了厄瓜多尔 这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杯成立92年以来 第一个在揭幕战中输求的东道主 不过呢 在输赢之外 卡塔尔已经在努力的做好世界杯东道主的角色了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玩得开心舒服 全球最富裕国家之力的卡塔尔是砸出了重金 总共投入了大约2290亿美元 这个数字呢 是比之前所有世界杯花费的总和还要多 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成本的16倍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50倍 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150倍 而在此之前啊 预算最高的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也不过是耗费了150亿美元 还不到这次世界杯的零头 建酒店 建机场 建地铁 卡塔尔人为了让150万游客玩得舒心 可谓是下了血本 他们甚至还给球场装上了空调 因为卡塔尔的夏天啊 气温是高达50度 显然是不适合踢球的 所以呢 这届世界杯才放在了冬天举办 然而冬天的卡塔尔呢 也经常是30多度 对于球员来说啊 还是太热了 怎么解决呢 卡塔尔想出的办法就是装冷气 装空调 他们在7个球场里都装了中央空调 配备了500多个出风口 球场四周 甚至是在这个座椅的下方啊 都有出风口 满场的冷气呢 是将场内的温度 恒定在26度 其实呢 不仅是球场内装有空调 有游客就发现啊 球场外的广场上 这个好像下水道出口的 这样的一个盖板啊 其实全是空调的出风口 冷却了整个截区 而中国参与建造的这个 卢塞尔体育场呢 也有这些空调设施 卢塞尔体育场呢 是全球规模最大 系统最复杂 设计标准最高 技术最先进的世界杯主场馆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 承建世界杯决赛的场地 它采用智能节水的烹灌系统 对草坪的灌溉工作 进行自动化的控制 远观这个卢塞尔体育场呢 整体外形是成一个马鞍状 外幕墙呢 是铜色的圆形玻璃 配上内部的灯光 使得它在夜间格外璀璨 像极了沙漠中的一只大金碗 就连当地新发行的纸币上啊 也印上了卢塞尔体育场 可见呢 它已经成为了卡塔尔的新地标 如此巨大的投入啊 卡塔尔人能收回成本吗 答案是不能 据统计呢 这场赛事能给卡塔尔带来 170亿美元的收入 与投资是完全不成正比的 全球媒体都在感叹啊 可能卡塔尔人半世界杯 不为挣钱 只为交个朋友 而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近三年的今天啊 世界尤其需要足球这样的运动 能让全球再次连接起来 扫走疫情的阴霾 而在香港啊 昨晚也有大批的球迷观赏揭幕战 很多商场呢 透过大屏幕直播赛事 酒吧呢 也争相出招西克 新冠疫情打击本地经济 而有提供球赛直播的 这个餐饮业界就预期啊 赛事期间有望增加 两至三成的生意额 生意额呢 是有望恢复到 疫情前的水平 有商场的负责人就相信 看球的人潮 能推高整体的营业额两成 以运动服饰和餐厅最为受贿 不少商户呢 也延长营业时间到深夜 而这个民间联的立法会议员 陈恒彬 甚至还建议雇主啊 可以在合理的情况下 酌情给这些爱看球的打工仔 安排一个世界杯架 或者是实施弹性的上班时间 这样做呢 不仅是对员工的关系更好 大家有集体活动啊 其实对企业的士气 也很有帮助 没错啊 足球这项几乎已经成为 全球产业机器的体育运动 仍然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人类最纯粹的一面 一个简单游戏投射出的人性 与普世价值 仍然以一种其他事情 无法企及的力量 连通着相互间 差异巨大的种族 文化乃至性别 我们也盼望 在世界杯之后 被疫情阻隔的世界 能再度广泛的连通起来 以上呢就是今天 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关注 点新闻网及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